哈囉大家好,我是張老師,來鏘一聲 公雞百天下迷 今天的主集,講講鼠羊跟鼠雞 農曆8月份的運勢 鼠羊的來 農曆8月份是9月3號到10月2號 你鼠羊的在今年走是劫財 8月份走是食神 也就是說,你在農曆8月份屬羊的男生 你先注意聽 你在農曆8月份 你特別喜歡表現 那你要表現之前 你要inside out之前要做一個動作outside in 老師不是很喜歡講嗎 你這個食神可以土秀 你可以卸秀 土秀卸秀之前,你一定要含秀 如果你沒有這個秀,沒有這個內涵,沒有這個特質 你拿什麼來吐,是口吐白沫嗎 你是口提議的豬嗎 懂不懂,要注意 所以孔子不是跟各位講嗎 不萬人之不己之,換不能也 你們各位現在不要怪天地不人,沒有給你機會 你們要怪的是什麼,我能力夠不夠 再過來再檢討,如果你有能力 我態度好不好 一個人的能力態度,決定他一輩子 有時候態度會比能力重要 雖然你沒有很大的能力,可是你態度很對 很謙虛,很坦蕩,對得很實在,也有機會 那萬一你有專業能力,你有能力,態度不好 狡詐尖刻,你吃早雞雞啦 台灣什麼人不缺,台灣不缺聰明的人 台灣,台灣缺什麼,忠厚善良的人 現在哪個沒有讀過書 哪個沒有讀過小學三年級 所以各位要注意這個事情,一定要注意這個事情 一定要注意這個事情 來,再過來講一講這個 你屬羊的,你的舒適程度是50% 相當相當好 相當相當好 我一晚再跟你講,屬羊的農曆8月份對你不會太差 先講6級日來,6級10月份10月1號 9月份5天,27號,19號,15號,10號,3號 那6兄日就不用太care 因為第一個,你先天命就50%了 再過來,後天再掌握住 所以你在農曆8月份的舒適程度可以握到 86%到92% 6兄是這樣子啦,9月24號,18號,17號,8號,6號跟5號 一樣嚴格上這樣看,這是先天命 那種大數據模型的演算方法 一般來講,我的食物操作上,我覺得6級6兄 有它相當高的準確度 雖然我跟各位,也許平身為術,術妹平身 但是參考看看不錯啦 我在桌子也要看看6級6兄,看看 好來,現在屬羊的男生要知道農曆8月份的運勢 霍天運勢,來 現在第五手,借老師之手 第五口,借老師之口 有借有凡,再借不難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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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楊難,楊難 哎呀,這一隻,翘屯真 這隻什麼掛?雷蒂玉 什麼叫雷蒂玉? 他的前面那一隻叫做第三千 明千級,明就是有名氣 然後謙虛100分 這隻叫雷蒂玉,什麼意思? 你有名聲 但是比較放縱,自己去享樂 所以他說,他在跟你講什麼 還是要節制 名譽 你已經有名聲了,名 一名金牛的名,哇,名聲好大 你每天又不斷的享樂,很高調,炫富 很喜歡去給人家講你多好多好 然後再跟你兇 再過來,他最後那個字要注意聽 他的了解當中 借以死不中日 你不要認為你認識誰 你認識黑道的,白道的 黑道大哥,白道大哥 你很有錢,你有律師團保護你 用石頭來保護自己 叫戒於死 不中日,不會太長久 要注意這個東西 所以名字有戒跟死的要注意 不長久 不是我講的有問題,找他 易經十六掛講的,OK 不要找我 不要找我 那你要注意 羊男這支掛在跟你講 如果你要事業好一點的話 在東方,顏色綠色 如果你要錢財好一點 桃花好一點 在北方,顏色黑色 這是羊男 來,現在來講講羊女 羊女 有時候聲音太大聲 也會震動天地 震動天地 來,養你 來 因為我發音不是很標準 來 這個什麼掛 哎呀這個帥哥 這個叫雷水姐 姐姐 姐 什麼叫雷水姐 你要注意啊 這個雷打到水裡面去 這個水有一點講春天的冰 雷打到這個冰面上 這個冰一定會分開 一定會破裂 雷水姐這個掛相當有意思 他在講什麼 你還是注意 女生養女 好的變不好 不好的變好 如果你有官費已經產生 放心 會不起訴 還是無罪之宣告 聽好沒有事 但是如果有一個事情 已經快 快手到勤來 你抽到這一隻姐 我跟你說 可能到口的鴨子都會飛了 你要注意這個點 來 女生還是跟你講一下 如果你要桃花顏色是黃色 位置在西南方 西南方 大立西南 不立東北 西南方 顏色黃色 講你的桃花 如果你要潛在南方 顏色紅色 顏色上來講 如果你是灰色地帶 因為我想講灰的 灰的 意志炎空間的 公關之類的話 這一次再跟你講西南方 你住家 這隻農女八爺份 顏色黃色 你的underweight 盡量穿黃的 那個不是有那個黃色的柳橙嗎 葡萄柚 家裡可以擺一顆 西南方 已經卸天雞了 不能再卸了 來 現在講這個雞 雞雞 這個雞在農曆八爺份 就是9月3號到10月2號 來 屬雞的 你今年走的是正印 什麼叫正印 有貴人 你八爺份走的是筆尖 所以你要注意喔 你在農曆八爺份 人特別有自信 有一點共高我慢 所以要注意 正印加筆尖 你相當自我 所以農曆八爺份 你要講話要客氣一點 相當自信 有一點君臨天下 避逆群雄之之 這個東西要注意 如果你是CEO大老闆 那算了 如果你是一般普羅大眾 屬雞的上班族 你要注意喔 就要注意 農曆八爺份 你整個舒適程度 57% 第一名 八爺份十二生肖當中 屬雞的 你這個 100分 57% 你眼鏡閉的都很好 因為很順 增加自信度 反之 你農曆八爺份 本來就是 很有自信 什麼叫筆尖 不厭輸 不想輸 不服輸 怎樣 放狗咬我嗎 在講這種格局 所以各位不要把八字 當作這樣 無字天書 八字是很好理解 什麼叫劫財 有才被劫 什麼叫筆尖 筆叫肩膀 什麼叫偏硬 很聰明 偏偏的 像我這樣教你們的話 八字不是很好學嗎 好啦 把他六級六兄講一講 來 六級在十月份來 十月一號 再過來 九月二十五 二十二 十六 十三 四號 六兄來 十月二號 九月二十七 二十六號 二十號 九號 八號 六級六兄講完 齁 先來抽桌籤 其實 一二三四五金木水沃圖 好運 壞運 各位不用太擔心 萬般都是命 穹達皆由命 何須發探生 但知行好事 莫要問前程 那個五代十國 唐末五代 有一個叫逢道 常樂老人 講這個非常有意思 他講什麼 東去兵須盼 春來草至生 請君觀此理 天道甚分明 他經過五個朝代 八個姓 十個皇帝 一個人可以經過五個朝代 都當宰相 很多人罵他 你有沒有想到一個道理 他為什麼可以經歷五個朝代 都當宰相 他說 但叫方寸無諸二 虎狼從中也立身 你只要正派 正派 不要管他是虎還是狼 他不敢傷你 一個人做到這樣 逢道 常樂老人 來 抽抽籤 屬雞的 雞男 要知道農曆八百分的意思 來 先在第一五手 借老師之手 唉 又哀怨一下 為什麼不是老天呢 為什麼變成第一 不知道 來 第一五口 借老師之口 有借有還 再借不難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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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雞男 哎呀 這隻 跳舞中的女生 來 這一隻 第 風 聲 男生要注意 這個聲 有一點 從地底下 這個地下的風 慢慢往上飛揚 它是一個相當好的現象 易經講的就是樹里巷 這個現象在跟你講 會有Promotion 升遷的機會 但是要注意啊 地風針 我也在跟你講 沙敵一萬 自損八千 沒有一彎 韓徹股拿來 沒話鋪皮箱 你要從這個地底下 這個風 竄出來 要有相當的力道 追在囊中 久必自限 只要你是人才 就會出頭 我遠在跟你講 你有一些苦茶要喝 一些苦頭要喝 無論是你的淚水 無論是你的汗水 還是別人潑在你身上的冷水 三碗水 喝完 人家潑你冷水正常啊 看不起你 你會到家一直哭 淚水 那你不斷地拼搏 汗水 山水 山水不是山上的風景話 山水話 中國字免禮常真 你們都沒有看我的視頻 什麼叫人家潑你冷水 看不起你 你會到會不會哭 會啊 淚水 麻就不會拼你看 就會流下很多汗水 甚至汗水淚水一起來 這個時候再怎麼 三位一體 山水結合起來 山水話 這個字 來啦 男生還是一樣 男生 如果你要事業旺一點 北方 那如果你要錢財桃蛙旺一點 南方 顏色紅色 事業黑色 那你要桃蛙錢財多一點 紅色 好 來講講女生 鼠雞的女生要知道農曆八月份的印刺 來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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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來這一隻 唉 這一隻什麼掛 三十六掛 地火明儀 女生你要注意喔 這個明儀啊 它的字看起來不錯 教化 光明 這些儀 這個東儀 這個蠻方之族 可是明儀掛 在易經來講是一隻受傷的掛 昏君 受傷的鳥 天地不明 所以你要注意喔 雞 屬雞的女生要注意啊 這個地火明儀 在跟你講 泄氣 你是一個昏君 無道的國君 再無道再昏庸 你也是國君啊 他不是跟你講嗎 你是一隻受傷的鳥 再怎麼受傷 你還是鳥啊 有沒有 他在跟你講 在完美當中 comeback 當中 有一個瑕疵點 也不會太糟糕啦 所以地火明儀這隻掛在跟你講什麼 有一點泄氣 泄氣 不會太差喔 溢次元空間的女生 灰色地帶 黑色的女生要注意 你這一個桃花 先講你的桃花 你的桃花在... 你的桃花齁 在北方 顏色 黑色 藍色 桃花 那你的彩的話 在西方 顏色 白色 如果你要桃花旺一點 北方 黑色 藍色 在你住宅那個地方 房間 北方弄個水 你可以把那個桃花 有沒有桃花樹 那個... 我教你們那個 可以在那裡做 會相當相當旺 好啦 今天我們就講到這裡 一樣 喜歡老師視頻 請按讚分享 加入訂閱 開啟小叮噹 新的視頻上記 為通知各位 好 最後祝各位 平安喜樂 一定要幸福 一定要美滿 我有一個朋友叫美滿 名字很好聽 而且是真正的美滿 好啦 今天講到這裡 OK 拜拜 拜拜 拜拜